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本次是台版游戏提前试读 一款我愿称为超虎烂针刻金派卡牌游戏 神将风云录 该款游戏在中国叫做战龙无双 开发商是雷火网路 跟网易的雷火工作室 没办法关系,只是名字取得很像 由维羽网路负责发行 台湾的代理是维树娱乐 之前在RO魔物园这影片中 RO的历史回顾中有提到过 公司早年曾表明跟中资无关联 但直到现在也是跟中国有不少合作关系 像新斗楼大陆、云昌羽衣等 之前日本子公司上架的 福晓胜利之客也是出自中国 基于这些会被怀疑真的也不冤枉了 官网logo后面的风果游戏 与中国发行商为于网路为关系或家族企业 双方的负责人都信编 曾经也有共同合资的公司 而关于游戏本身也存在异常数据 Table上近90万的下载量却只有256则评价 就如同我之前介绍的游戏 是明显存在水军冲榜的疑虑 而B站方面应该是放生经营了 只有少少11个人评价 但这类游戏在B站不受待见算正常现象 至于这游戏 实际是什么水平 看完之后就留给各位评估了 游戏玩法是做到烂的三国加回合卡牌养成 如果之前有看过文老爹之类的频道 跟少年萌将传很类似 也挺像我之前介绍的那款 还没上架的 剑侠闯江湖 感兴趣的可以之后点右上角去看看 本质属于众客类游戏 并不推荐一般玩家入坑 角色力会建模方面 舍弃近期卡牌游戏常见的 Life 2D力会 改以3D呈现 可能我刚被死神的零压冲击过 所以意外觉得还行 但也不到多好就是 另外这是台版活动预约送的孙上香 再加码一位步练师 真的是力会仅供参考 角色有分课金跟无课金 存在无法靠杆跟白嫖能抽到的喜欢角色 不少强硬角色都放在课金的机制里 别相信什么全员无废这样的口号 毕竟这游戏的本质 仍是传统那种 PVP 战力系统 工会战等数值化游戏 LV99的无震骑士 也是无法暴打生涯王的 战斗玩法 排兵不振 一键auto 三倍快转 看他们自动标凌就好 特效廉价 画面无趣 就请容我草草带过了 然后我看了一下经济场 官方预设的第一名是600万战力 目前我这一幅的第一名是244万 真的也是把课金点满了 但可惜的是我看不到他登顶的那一日了 然后台版官网这天天送福利 送绝版军师 我们看看实际要干些什么 需要角色星术 跟培养升星 这名将起始是三星 要培养至十二星 主要来源就只能不断的抽卡 或者碎片 培养难度也会逐步提高 白话文就是 课金换福利 想买多送一 我是不知道这跟福利有什么关系 不想送就不要送 不需要放在这里恶心人 另外 游戏中也提供 身心一条龙服务 以噪云为例 先手冲328获得赵云 再花30加198加328加648乘5 总计4124人民币 约等于台币1.8万 就能获得含金量超高的赵云 但商城还有几个相关礼包 是不是要买满才能变成完全体 就期待YT上的课长们在未来为我们解答表演了 但仔细想想 暗黑手游要10万美金才能毕业 玩这款岂不是斜赚 韭菜门还不快进场 而因为卡等 所以像职业转换 装备 降原路等功能 素我无法一一展现 而职业转换部分 从角色内容可以看出端倪 说明上看起来 只是加强技能 严格上来说比较像是二转 并非什么捕斯 转砸手 坦克变奶妈这类 而且也只有传说级的角色才有这功能 说好的无废角呢 降原路部分 我猜就是常见的图鉴收集解锁 并且增加战力的系统 有兴趣的到时候自己下载链等解锁 我是真的没办法玩到这么久 游戏主线等级卡的很死 经验来源非常有限 说明有写 主线可以获取经验 但我就是被卡等不能打啊 你这跟 每过60秒就过一分钟这种废格言 不是一样在讲干话吗 而且主线通关后就不能回头刷 所以想要快 就是花钱买时间 买VIP增加5将试炼次数 不然就请每日慢慢干到死吧 有个开心农场的收菜机制 定时可以收一下少量的钱跟体力 还有一个大世界的公会站挂网系统 反正也是缝合其他游戏的玩法 而主画面的右上角 各种闪闪发亮的课金图示 不断向你我招手 一贯式的中国特色 永远不会让课长失望 再来我们看巴哈这篇 丹宁是高防坦克 不知道是厂商给的 还是小编写的文案 但肯定是没有认真玩游戏 该角色在机制上 就是妥妥的输出打手 真的坦值 反而是像刘备这种 而且他本来就是枪冰了 到底是需要喝多少才能写出这文案 还跟风行销出了一个NFT 这么丑的JPG送我都不要了 再来这游戏跟元宇宙是有几个毛关系 是只要能连上网都算是吧 那各位观众早就都是大师级了 真的纯属硬乘话题 好的不学偏学大陆那套虚假宣传 一副就吃割酒菜准备圈圈跑路 如果你只是想玩类似题材加日式例会 不如去找三国志幻想大陆 课金是逃不了的 但至少角色做的比较好看 台版之前有一款三国沙明江传威力加强版 但战斗画面不优 而且只是前作的Repack 所以我个人不推荐 结论 不在乎经营长久 只在乎韭菜蜂拥 真的是去旁边哄感 除了用心的课金内容以外 游戏性基本为零 为什么没热度也没多少人想玩 自己心里没数吗 可能开服有人会火速玩卖账号 外加各YouTuber的夜配文连发 然后很快就没什么讨论度 加入垃圾手游的坟场 最后恭贺丁特 对抗黑局的胜利 吃相难看的厂商 确实该适度被错一下锐气 但这点黑肠 只不过是黑局一天的收入 根本不痛不痒 以前我也讲过 黑局虽为游戏举止 但早已跟游戏本身没什么关联了 只是不断靠天堂收房租吃老本 并且顺带推销产品的商人 并没有实质在推进游戏产业 虽然之前也有发布过的自研计划 但也仍旧只是在小游戏上打转 外加本身对游戏经营的态度 真的无法对他有信心啊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GDE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